知音潤沸就可以多吃白色的食材 逐漸用白木耳加上白蘿蔔來幫我們做料理 對 都是白色的 就是我們今天做這道菜是 薄荷白玉雞肉羹 除了白蘿蔔 白木耳 我甚至用蓮藕粉 蔥白 都是白色的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的高湯是用 乾的薄荷跟綠茶 薄荷加綠茶 加一點柴魚 下一個把它煮一種綠茶 把它倒進去這樣子 柴魚給它熬煮 大概熬煮一陣子 已經一陣子了 讓香味都出來 接下來我們是先把這一個 白木耳的部分 泡過水 用白木耳 泡乾的 把它放進去去給它做一個熬煮 切碎碎的 接下來我們要把蘿蔔的部分 稍微給它燙過 讓它去除一些比較青菜的那種味道 切碎燙過的蘿蔔 一樣 放進去 對 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裡面去給它燉煮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把它放進去燉煮之後 另外這一鍋的部分 另外起一個鍋 我們要開始來炒這個雞肉 首先我要是先把這一個芝麻油的部分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鍋子裡面的時候 可以來微微做一個加熱 接下來蔥白的部分 蔥白先下 先放 蔥白把它放進去 蔥白把它放進去之後 一樣去給它做一個加熱 油不用太熱 慢慢的把這香味炒出來 那薑末的部分一樣也把它放進去 就是先做一個爆香的感覺 香味就出來了 薑末的部分把它放進去 去給它炒香 接下來雞的雞胸肉 雞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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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放進去 碎的雞胸肉放進去 對 放進去 開始炒一下 在鍋子裡面拌炒 這要炒一陣子 對 炒 把它炒到完全反白這樣 所以實在都白色 陳醫師怎麼看這道料理 雷師傅這道料理 其實我們剛剛講白色 它其實入肺 那裡面像白蘿蔔的話 其實它本身就 如果它是生用的話 其實它可以有一些抗菌 抗病毒的效果 像我們吃火鍋的時候 那個白蘿蔔泥 其實感冒的時候很好用 另外白末它本身其實 它有多糖天 可以增加我們的淋巴球 然後就是去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所以甚至如果感冒喉嚨痛 它也有一些潤肺生經的效果 好 OK 我們邊拌炒的同時 因為它要稍微炒一下子 來 我來烤一下兩位 這兩個 這什麼 一個是蘋果泥 一個是梨子 水梨的梨 梨子 水梨喔 來 你猜哪一個是水 哪一個是蘋果 哪一個是梨子 這是蘋果 這是水梨 張醫師 這是蘋果 這是水梨 這是蘋果 蘋果怎麼會變這樣 我跟你講 各位看一下 蘋果跟水梨 抹起來都一樣會變成核色 對 會氧化 對 但是這個 這個我們蘋果的部分 糖分會比較高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亮 那這看起來 水梨的部分看起來會比較水 所以這兩個部分 我都把它加進去高湯裡面 放蘋果泥跟水梨的進去 對 去把它做提味的一個動作 就把它做一個提味的動作 都沒有加任何的一些 其他一些化學的調味料 這個調味也是滿特別的 滿健康的 我們這樣雞肉的部分 還是在鍋子裡面 這個要做一個拌炒 壓一下 對 把它炒到有點像炒肉燥那種概念 在炒的同時 我們一樣把這個鹽巴的部分 開始調味 炒一點 炒一點 炒一點在雞肉上面 那另外在燙的這一段 我們要把它加一點 放進去之後一樣開始拌炒 好 炒到完全熟成之後 好了 現在把它關起火源 關起火源之後 把它直接放進去 對 放下去 有點像羹的概念 對 放下去做一個梗煮 滾煮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開始 做一些其他配料的部分 所以現在 這是什麼 蓮藕粉 對 蓮藕粉要把它做一個勾芡 稍微勾芡一下就對了 對 蓮藕粉我們趁這個水的部分 才滾滾的時候下均勻 對 稍微把它攪拌均勻 滾起來之後會越來越濃稠 會越來越濃稠 那我們現在稍微在鍋子裡面拌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有準備的這一個是紅蘿蔔 紅蘿蔔泥 紅蘿蔔我們把它削成細細細的 一樣把它放進去 其實我們這種紅蘿蔔 很多人都會把它稱為是什麼 你知道嗎 蟹黃 對 很像 就假蟹黃 這很像蟹黃羹 沒有要像蟹黃就對了 其實不然是紅蘿蔔 假蟹黃 那我們一樣在鍋子裡面攪拌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越來越濃稠 對 越來越濃稠 其實這一道又成為 有一個很美的名字叫芙蓉根 芙蓉根 芙蓉根 芙蓉根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就一樣把它攪拌均勻之後 接下來 這是有名的假蟹黃芙蓉根 接下來我們滾煮完之後 就把它撒蔥輕輕鬆 對 蔥要稍微煮過 煮過會比較像你不要用那種生蔥 就滾起來再灑 對 滾起來再灑 把它灑進去 最後還有準備那個是什麼東西 那個剛才是我們讓各位看 那是薄荷葉 薄荷葉 對 薄荷葉 那賞味再滾一下之後 我們這道幫你 顧費的料理就完成囉 試試這道薄荷白玉雞肉根 運用薄荷葉嫩燥的白色食材 搭配上肉質Q彈的雞肉丁 湯頭帶點薄荷清香 幫你減緩秋冬喉嚨乾燥不適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薄荷葉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喔 另外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級感謝的按鈕喔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及肯定 謝謝大家